雨纷纷,就孤里草木深,我听闻,你始终一个人,斑驳的城门,盘踞着老树根,石板上回荡的是,在等,雨纷纷,就孤里草木深,我听闻,你守着孤城,城郊木笛声,落在那座野村,缘分落地生根是,我们,窗外细雨萧萧,树叶沙沙作响,耶,很静,很深,雨声深微,以至于要树着耳朵。 耳朵听,更贴切地说是用心去听,这令人想起一首绝美的宋词,圈子无一处提及雨字,却处处是雨,作者将雨声与听雨之人的心情,融合得毫无痕迹,显示出高超的运笔功力,这便是宋代莫启勇的长相思雨,一声声,一根根,窗外八角双一根,此时无限情,梦难成,恨难平,不到仇人不喜听, 空节地道明,莫启勇作词,启用待雨,且功于音韵,这样连续重复的乐子,引用起来便很有音乐上的美感,首句一声声,一根根形容雨声,连用两个叠语,描摹与顿顿须须须的声音,既显的形象,在声音上也显得贴近,雨声之所以如此清晰入耳, 是因为人夜深难迷,听雨之人点以展过灯,隔窗心雨,八角暗示雨打八角的声音,时雨的声音更加响亮,直接倒出人的心情,然而无限二字又使这种直言显得暖眉模糊, 只知情意无限,显示无别,却不知究竟是什么样的现实,是人场夜失眠, 既莫听雨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